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 之前想让大家介绍过很多eSIM卡 eSIM可以说是现在手机通讯业的一个最流行的趋势 像美国的iPhone已经完全取消了实体的SIM卡 全部都使用的是eSIM 这样做的好处很明显 实体SIM卡的话 首先它会比较占用手机的内部空间 如果说没有实体SIM卡的话 手机制造商就会有更大的空间 放入更多的芯片来设计更多的功能 其次的话实体卡它会导致手机并不是完全密封的 它的一个防水性和整体的美观度 肯定也都会受到影响 而且SIM卡毕竟是有一个插拔的动作 每次插拔都会对芯片有磨损 可能用几年的话芯片就磨损没有办法使用了 那么eSIM就不会有SIM卡损坏的风险 其次eSIM最大的吸引力是 它的使用和下载也非常非常的方便 如果说我身在中国的大陆 想要购买美国手机卡的话 以前的流程是我首先要到它的官网去下单购买 然后寄到美国的地址 然后在美国再转运到中国 在转运的过程中到中国的海关 还有可能被海关拆开 然后去查看 甚至还有可能会被没收的情况发生 但是现在的话 如果我需要购买一张美国手机卡 我只需要到它的官网去下单购买一个eSIM 这个时候的话网页就会提供给我们一个二维码 我们只需要用手机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远程的把这个手机卡下载到我们的手机上 只需要五分钟的时间 我们就可以立刻拥有一张美国的手机卡 另外eSIM的话 它的更换是非常方便 比如说我现在用的这个运营商的手机卡 但是用了一段时间之后觉得不方便不好用 那么如果说另外一家运营商它有eSIM的话 我就可以在五分钟的时间内 就把我的套餐迁移到另外一家运营商 在一个市场自由竞争的国家的话 运营商为了拉客户 肯定都会大力推行eSIM的 但是像在中国这种垄断型企业的话 像这种给消费者能够自由选择的行为 其实并不是运营商想要看到的 所以说像中国大陆发行的 所有的手机都是把eSIM这个功能给阉割掉的 这就是我们中国大陆小伙伴使用eSIM的最大的障碍 它手机不支持eSIM 虽然我们可以购买海外版的手机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海外版的手机在国内没有保修 转运也是个问题 所以说这个并不是最好的解决方案 直到最近我发现了一个 在海外非常火爆的SIM卡的产品 这个产品它提供一张实体的SIM卡 我们可以把eSIM下载到这张实体SIM卡上 然后把实体SIM卡插到任何的手机都可以正常使用eSIM的所有的功能 即使这个手机它不支持eSIM 这样的话就让不支持eSIM的手机也能够顺利的用上eSIM 更让我惊叹的是这个SIM卡最多可以下载15张eSIM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一张手机卡带着15个号码了 这个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这就相当于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 那么今天就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个非常火爆的SIM卡的产品 这个产品就是Uber SIM卡 通过Uber SIM卡我们可以完美的解决使用eSIM的三个痛点 第一个痛点是国行的手机它不支持eSIM 我们可以通过将eSIM下载到实体SIM卡上 然后把实体的SIM卡插在任何手机上面 都可以正常的使用eSIM 第二个痛点就是eSIM的转移它是比较困难的 比如说我把eSIM下载到这一台手机 那么我只能在这一台手机上面去使用 没有办法去切换手机 如果说要切换的话 就只能联系客服去进行切换 整个过程还是比较繁琐和麻烦的 但是我们通过把eSIM下载到实体的SIM卡 我们就可以把eSIM带着随身走 随意的切换手机都可以正常的使用 第三个痛点是 有的手机它可能eSIM只能去安装两个到四个 但是Uber的SIM卡 它可以同时安装15个eSIM 这就相当于我们一台手机 一张卡可以带着15个SIM卡的号码到处走 如果说你有两个卡槽 使用两个Uber的eSIM的话 那就可以带着30个号码在一个手机里面 这个在之前是不敢想象的 但是我们通过Uber这样一个小巧的SIM卡 然后通过去下载eSIM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上面eSIM的三个痛点问题 如果说大家有使用eSIM的需求 强烈的向大家推荐Uber这张SIM卡 接下来我们可以到它的官网来了解一下 这个产品怎么去购买和使用 我们来到官网 如果语言是英文的话 我们可以点击自己切换成中文 UberSIM它最重要的功能就是可以把eSIM下载到实体的SIM卡 然后让不支持eSIM的手机也能够用上eSIM 另外的话 这张实体卡最多可以下载15张eSIM在这一张卡上 这就意味着我们可以同时带着15张SIM的号码到处走 它的使用方法也非常简单 我们只需要在手机上面插入这个实体的SIM卡 然后通过他们的官方APP 把eSIM下载到这个卡上面 下载完成之后 我们就可以把这张SIM卡插到任何不支持eSIM的手机上来进行使用了 下面我也会向大家去演示如何下载eSIM到实体卡上面 Uber的SIM卡一共是有两种版本 首先第一种版本是标准版的 它只可以下载两次eSIM 但是可以付费购买更多的次数 如果说使用量不是很高的轻度用户 买这个就可以了 如果是众多用户的话 可以购买它的高级卡片 是无限次的下载次数 这里是SIM卡支持的设备 大家可以看一下 基本上安卓手机都是支持的 如果不确定自己的手机是不是支持的话 我们可以先下载官方APP 在启动的时候会自动检查这个手机是不是兼容的 如果说是兼容的就可以正常使用 那有的小伙伴会问 我用的是苹果手机 这里显示不支持苹果手机 那么是不是就不能使用呢 其实苹果手机是可以的 UberSIM卡我们拿到的时候是空卡 我们必须要先下载eSIM到这张卡上面 然后才可以正常使用 而苹果手机目前的系统是限制下载eSIM到实体卡上面的 但是一旦eSIM已经下载到实体卡上面的话 把实体卡插在苹果手机上面 也就可以正常使用了 所以如果我现在用的是苹果手机的话 我可以先找一台安卓手机 把eSIM下载到实体卡上面 然后把实体卡插入苹果手机 就可以正常使用 另外如果说手机支持双卡双弹的话 那么也是可以同时支持两个eSIM同时使用的 另外一个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是 Uber的SIM卡是否安全 会不会窃取我的信息 其实所有的SIM卡 它只是一个很小很小的芯片 这个芯片的话 它只有一个身份识别的功能 就是告诉运营商 我是谁 然后运营商后台就能知道 我购买了什么套餐 我能够使用哪些服务 eSIM也是一个道理 UberSIM的卡内置了一个具有EID的SIM卡的芯片 它的功能就是只是一个身份识别 告诉运营商 这个手机支持eSIM 可以用eSIM 至于数据传输 这些都不是eSIM能够做到的 所以说也就不存在说信息泄露的问题 如果说大家觉得还不错的话 就可以直接在官网去下单购买 视频下面有官网的链接 大家可以直接点击链接跳转购买 购买的时候输入我的专属优惠码 可以打9折 官网目前只支持外币银行卡 还有PayPal进行支付 如果说大家付款有问题的话 也可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到我的自营商店去购买 支持周宝和加密货币付款 下面就向大家演示一下 如果我们拿到了这个Uber的SIM卡 要如何去进行eSIM卡的安装和使用 我这边演示用的是Google Pixel 4手机 这是一台四五年前的老手机了 现在也可以完美的支持Uber的APP 我们下载打开APP之后 首先要输入邮箱 再输入邮箱验证码来进行账户的登录 在APP的主界面 在上面我们可以看到SIM卡的ID 这个ID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芯片的号码 它是能让我们使用eSIM的一个关键的芯片 有的小伙伴可能会去购买T-Mobile 或者说其他运营上的eSIM卡 客服会让我们提供手机的eSIM卡 如果说手机支持eSIM的话 直接提供手机的eSIM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在手机里面是找不到eSIM卡的 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就提供在APP这个地方显示的 SIM卡的eSIM给客服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客服那边也能够查询到我们的手机是支持eSIM的 就可以正常的安装eSIM 这点大家注意一下 好接下来的话我们去点击左边的三个点 然后去看一下这个菜单 首先用户信息这里可以看到我们的手机的品牌型号系统版本 是不是兼容uber的SIM卡 我这边两个卡槽全都是兼容的 订单帮助客户服务这些的话 大家可以自己点进去看一下 没有什么特别需要讲解的 我们就直接点击右下角的加号去添加uberSIM卡 点击加号 然后点击扫描二维码 然后去扫下我们的eSIM的二维码 我这边测试用的是Dash的eSIM 二维码扫描一下 就可以看到系统已经提示下载中 我这边的话就不加快视频的速度了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它的下载速度是大概是多久 可以看到现在大概过去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提示已经下载成功了 然后我们点击备注 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备注一下这张eSIM的名称 比如说我这里是Dash的eSIM 就备注一下Dash 然后可以用的地区 我这边全球都可以用 数据流量 然后这些的话都可以进行一个自定义的设置 功能的话 我这边主要是用数据流量 然后点击完成 可以看到这个SIM卡已经下载好了 但是这边提示是没有服务的一个状态 因为我们这边开关没有打开 我们把eSIM打开 好 接下来的话就可以看到手机已经跳出来 这个已经识别到的SIM卡 可以去正常的进行一个使用了 但是eSIM具体的使用方法 大家可以点击视频右上角的链接 观看之前的教程 上面是向大家演示的 如果已经有eSIM的RV码要怎么样去使用 接下来向大家演示 如果我想要购买全新的eSIM 那么要如何去操作 如何去安装呢 我以TEL比例向大家进行演示 我们直接在TEL的官网拉到最下面 点击eSIM 在这边去输一下自己手机的IMEI 如果说不知道的话 在手机的拨号页面输入米警06警 就可以看到手机的IMEI了 输入完成之后点击一下检查 可以看到是支持他们的网络的 然后点击获取免费的eSIM 在这边的话选择新的套餐 下面的话去输一下美国的地址 然后SIM的话 我们去选择eSIM就可以了 是免费的 接下来的话我们选择一下套餐 套餐的话有两种 一种是经典套餐 一种是PaySU GO套餐 PaySU GO套餐的话 它是没有月租的 它是根据你的使用量来扣费的 还是比较划算的 但是它的花费是有效期的 只有90天 如果说使用量比较大的话 PaySU GO套餐是比较划算的 但使用量比较小的话 平均下来还是经典套餐比较划算 这边的话可以看到 它在中国地区也是可以支持使用的 在中国地区是有信号的 是可以漫游的 但是经典套餐的话 在中国地区是没有信号的 是能通过WiFi通话的环境来使用 好我们去选择经典套餐 然后数据流量 因为我们不能在非美国地区使用 所以说我们直接选择5 然后接下来的话 短信全部都是无限免费的 然后语音的话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选择 我这边就选择最低的5美元的套餐 接下来输入一下自己美国的账单地址 大家输入免税周就可以了 这样的话税率会少一点 接下来点击计算税率 好接下来就去输一下自己的支付方式 我这边是用PayPal来进行支付 支付完成之后就可以看到订单已经完成了 然后我们点击查看我的账户 在这里的话可以看到eSIM正在准备中 大概需要一分钟左右的时间 一分钟之后我们在这里就可以看到eSIM的二维码了 我们直接打开Uber的APP 然后去扫描这个二维码 就可以看到正在下载中 大概两分钟的时间就会下到完成 然后备注这里我们也可以自己去填一下 然后eSIM选项这里去打开Tel 就可以看到这边已经自动识别出来 Tel的一个手机卡 就已经添加成功了 非常的简单 接下来的话我把这个手机卡拔出来 然后插在我苹果的国行的手机上面 它是不支持eSIM的 但是我们把这个卡插入了之后 打开WiFi通话之后 是可以看到能够正常的识别 我们之前下载的eSIM 是可以正常的去使用的 所以说即使我的手机不在支持的列表中 我们只要把eSIM下载到实体卡中 就可以在任何手机去使用 是完全没有限制的 以上就是Uber eSIM的使用下载 安装以及切换手机的教程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如果说大家觉得这张卡还不错 想要购买的话 可以直接点击视频下面的链接 跳转到官网购买 通过这个链接购买并且输入优惠码可以打9折 如果说没有官网支付方式的话 也可以到我的自营商店购买 支持支付宝和加密货币付款 目前是中国大陆发货顺风包邮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想和大家分享的内容 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疑问的话 可以在视频下面留言 我看到会第一时间回复大家 如果大家觉得本期视频还不错的话 不要拿点赞分享 并且订阅我的频道 点开小铃铛 这样就能第一时间收到我视频更新的通知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